男朋友的手机怎么查 今天我冒着生命的危险 跟大家分享几个 男人经常忘记删的手机细节 看这条视频之前 我一定要说明的是 其实我是反对你们去查手机的 你们如果一定要查的话 你就感觉不对了 再去查 做好了分手的准备再去查 别查完了之后又特别的痛苦焦虑 痛苦了之后呢 你又舍不得 那我宁愿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第一 你可以打开它的抖音 找到我的视频 点击分享给朋友 这里出现的前面两个人 是他最近私信互动最频繁的两个人 这个是系统不抓取的 无法控制以及修改的 就算删除了也不可能会变 如果你点开了这个人的私信 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他删除了所有的了解记录 第二 朋友圈里点他的头像 再点朋友圈 右上角有三个小点 点开就可以看到 他和别人所有的互动 第三 通讯录 新的朋友 这里可以看到 所有他新家进来的人 挑几个你觉得可疑的进去看 如果对话框里面没有系统发送的打招呼消息 那就是这里 聊天记录也被他删掉了 如果这个人还是设置了消息免打扰 那结果不用说了吧